來看到公車站怎麼會有一排神秘數字呢 原來這是台中市府為了讓民眾方便搭車 在136個後車停設置了服務燈 只要按下搭乘的公車號次 不用招手就能夠攔到車 用亮燈來代替揮手 不僅是安全 也讓公車足勢紛紛大戰超級便明 現在等公車還在招手嗎 NONONO你落伍囉 現在只要按下這顆按鈕 也能夠攔截到公車 會更方便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等車 雖然你知道你要搭哪一部車 但是他可能同時來兩三部車 你沒看到他司機也沒看到你 可能就過去了 就很可惜 如果有這個按鈕我覺得一定非常非常方便 公車站的玻璃門上出現一排神奇按鈕 上方寫著數字一鍵按下 原來是台中市府為了幫助民眾或弱勢族群方便搭車 在136個後車停設置服務燈 按下要搭的公車號次就會亮起燈號 民眾就省去到站外招手的程序 也讓公車駕駛員提前掌握該站有民眾後車 避免發生過站不停的狀況 也可以降低民眾臨近車道招手攬車的風險 而經過交通局統計 後車停廣設服務燈啟用後 每月使用超過7萬次數 又以文心路浪最為頻繁 最近實際上民眾很關心 我們台中市做了一個新的創舉 叫做這個愛心服務燈 比如說我今天要搭30號公車 我就按30號的燈 那上面就有一個30號碼 會顯示在後車停的上方 那駕駛遠遠就會看得到 所以他事實上就不會錯過了 這樣子方便民眾會錯失搭公車的機會 也會方便駕駛好便室 可以提早的匯出在路側端 才不會引發這個 有一些交通上的交織問題 後車停服務等的設置 民眾紛紛大讚便民 交通局也表示 今年將在設置100座 無障礙後車服務等系統 預計年底前完工上線服務 要讓市民有個更友善的乘車環境